欢迎搜集无奇不有 笨贼一箩筐 美国德州日前出现两名小偷 鬼祟的开着黑色休旅车行窃 只见他们从民宅内 搬出一面超大的电视荧幕 原本想要放入车子载走 没想到不论是后座或后车厢都塞不下 两个人在街道上 瞧了半天却都不成功 最后只好好心的再把电视搬回屋内 然而两个笨贼完全忽略监视器的存在 两人的脸孔因此全被镜头捕捉下来 一名美国笨贼则更天兵 他在抢劫银行后 居然选择骑Uber的电动滑板车逃逸 因此当地警方只要调阅Uber的信用卡资料 就顺利的把嫌犯逮捕 可以说得来全不费功夫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